歡迎回到每週三吃過的時間 這裡是部隊鍋 我是聯合報軍事記者旭偉 那現在我的聲音可能聽起來會有點睡眠心鬆 因為其實我才剛睡醒 因為昨天第一天逛阿布達比防衛展 其實真的超累 而且因為很多事情計畫趕不上變化 所以別人說回到飯店的時候 其實已經幾乎一碰到床就躺平 所以我現在是在早上還不到6點的時候 來起來錄這一集 那今天我就要來介紹一下 我這一次怎麼會想要來 阿布達比防衛展來採訪 那為什麼要來這個展採訪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也順便來預告一下 這幾天還會有什麼樣的採訪的報導內容 當然其實在中東最好的計畫 就是不要有計畫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們到底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尤其像是這一次所有的Timetable 就是你所有的展場上的活動那些 他們大概會告訴你一些 喔會有什麼 像我每天都會有Live Demo Show 但他不會明確告訴你說什麼時候 結果最後呢 其實我是跟韓國人要到了一個 他們現場自己他們的一個清單 所以變成說其實我們那時候 昨天在Maria Bay那邊我們拍Air Show的時候 後面有法國人就來問說 欸你有沒有知道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其實後來我也把那個Timetable給人家 那其實很多的東西 細節喔 其實在展場上面 呃 其實很多媒體也常常會弄不清楚狀況 可能只有當地人才比較能夠了解 欸這一次看這個展 感受蠻明顯的就是有很多的那種美美嘎嘎的事情喔 不過第一我們先來聊一下就是為什麼 我會想要來阿布達比防衛展 當然也是因為我朋友推了一個坑喔 那時候在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就突然講說 欸你知道阿布達比防衛展這東西嗎 然後我說我聽過這個展 但是我並沒有特別的深刻的了解 他就跟我講 欸這個展的好處是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商武器商品喔 他們就會在這個展裡面展出 因為中東這個地方基本上他就是一個HUB 就是集中了就是北邊的俄羅斯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靠 就是西邊的那個西方嘛 然後美歐那個地方 然後東邊的就是亞洲印度 然後南邊的非洲這一邊 他其實是匯聚了各方的軍武喔 那加上另外因為阿聯自己現在也在推行 他們自己的科研的發展 所以變成說他們自己的武裝 也是他們想要推銷的這一塊 所以也因此 阿布達比防衛展 其實不只是展現出 阿聯他們自己的就是 軍事工業的力量 那另一方面他也其實是展現出了 欸其實他有一個吸引各方 過來投資不是投資啦 叫販賣 推銷他們產品的一個實力 因為他們什麼沒有錢最多 因為他們從底下挖到石油喔 那這個展喔 中東的地緣政治 其實那時候 我也在稍微再了解一下嘛 那其實他們的地緣政治 雖然說 嗯 過去有蠻多很多歷史因素 就跟西方上面 或是跟俄羅斯那邊 其實有些對抗 不過在這幾年 因為他們 相對石油產能一提升之後 他們的話語權源 就變得非常的強大喔 所以也變成說 像過去有許多的航展啊 那或是像一些類似防衛展或海市展 你會發現到在各個地方 不同的地區所的展 那他跟他當地的地緣政治其實關聯性就會比較高 像例如說我們在巴黎航展 你可以看到幾乎就是Airbus的主秀 那所有的產品幾乎都是以西方的為主 那像那個前陣子去年底的 珠海航展 那一定就是解放軍的裝備為主嘛 那另外就是俄羅斯航展 那你就看到幾乎都是俄羅斯 他們的自己的一些像是 蘇凱啊或是米格 米高羊那個 米格啊那些的產品喔 幾乎都是這一些 但相對的在阿博達比這個防衛展 這個idex和nefdex 這個海市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他的地緣政治 就是他自己啦 那其他基本上呢 你沒有看到說 你不會看到說 這是有特別偏上某一方 他沒有 他就是全世界各國的產品 他都會在這個地方 這也就是他們那個 這裡這個展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那今天我講的時間可能會稍微的短一點喔 因為等一下要馬上吃早餐 然後就要速速的趕要展館去 不然其實 我有朋友他講說 他來這邊一年多 他在這邊工作 他來這邊一年多喔 一次塞車都沒有遇到 但是我來這邊第二天 我就遇到塞車囉 其實昨天塞車 我那時候算稍微早到了一點點 所以其實還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呢 台灣有個廠商 就創委來的老闆 他那時候就來 就整個連人潮都塞到了 所以其實這個展會的人 會很多 那大會也預估今年的參展 和觀展的人潮喔 差不多會有11萬以上 所以在這五天裡面 其實算是蠻多的 那相對這一次的參展的國家 有65個國家喔 那 展品超過1300個 但這其實1300個算是大的東西 小的東西還不算 那另外呢 在Maria Bay那邊 他們的船 因為剛剛講到那1300個產品 和65個國家是算 那個Idex跟Navdex的參展廠商 然後在Maria Bay那邊有停了一些船嘛 那船總共有差不多 就是七個國家的軍艦會過來 那包含其實還有大陸的無人艇 那另外我其實昨天 我想要仔細的去找那個 小的那個微型飛彈快艇喔 但是呢那個快艇似乎是用模型啦 所以我還沒有進Maria Bay的那個展館 所以我還沒有去看到它 然後接下來這一次的那個展館喔 Idex展館是那個 他們有個叫阿布達比 國家展覽中心這家公司喔 這個地方2005年才啟用 它多大為什麼會 這次其實我很強調說 這個展真的很大一個原因 是因為這個展館 雖然說是2005年才啟用 可是它的尺寸 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在南港展覽館 可能看過什麼Computex啊 或是像資訊展啊 那一些電玩展什麼之類的喔 它就是南港展覽館的一館 加二館 然後往後推一路走到南港軟體園區 它就這麼大 所以尺寸其實很驚人喔 它的展覽館總共有1到13館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EA啦 那個是給一些新創產業用的喔 它就13個展覽館 然後外加中間有個大中庭喔 就是庭一些很大的那些陸地載具 像是IGG啊那些美國那些載具啊 阿聯自己的啊那些 其實蠻多的喔 所以其實逛起來非常的精彩 但是它並沒有用特別的一個 什麼地面載具區 飛彈區 它並沒有這樣子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廠商 那每個廠商不見得它有 只產單一的東西嘛 它有可能產很多的產品喔 所以它是以廠商為單位 另外是它會用國家 它盡量把同個國家的廠商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那台灣因為都是首次參展喔 這一次都是首次參展 所以那個它都會有一個叫FT的area 它就是在一館 在大廠像是那個GAI 就是那個阿聯自己的就是 跟洛克希德馬丁合作的廠商喔 就是他們做維護商 然後跟洛瑪 他們就在它的旁邊 所以其實也算是照顧這些新來的廠商 就是在這些大廠商的旁邊 讓大家可以直接逛得到 那台灣廠商這次都在這個地方 原本有三個廠商 但是有一個廠商後來沒有來 所以剩兩個廠商而已了 所以就比較少啦 但是相對的位置還不錯 那大陸的廠商基本上 就在北邊的七和八展館 那烏克蘭是在第13 那俄羅斯就比較特別 因為俄羅斯其實現在跟烏克蘭的關係很緊張 所以大會方就 他們就是用一個獨立展館喔 在南邊的瑪瑞亞貝裡面 因為其實阿聯跟俄羅斯關係 不差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俄羅斯戰爭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美國其實一直要求說 那個希望能夠 OPEC能夠增產 拿去壓低尤架 可是OPEC就沒有管他 所以其實 基本上的阿聯呢 很有趣 就並沒有跟誰特別要當敵人 沒有跟誰特別要當朋友 因為其實穆斯林裡面講的 就我不犯人不犯我啦 就是你假如不弄我就不會弄你喔 所以基本上 他並不會對特別一方 很不友善 所以 像這一次在展場裡面喔 你看到台灣的廠商攤位 掛的是中華民國國旗 並不會說他們 就是因為跟中共有一個中國政策的關係 而讓台灣的國旗不見 沒有中華民國國旗在這個展場裡面 還是有出現的喔 這就是 就他們的一個風格啦 那再來喔就是 Maria Bay裡面的這個 它那個海事展的展館喔 是今年才使用 那尺寸呢也很大 一公頃 我還沒有時間去看 因為其實昨天 前面走那小段去看那個動態的一些展示喔 那其實我本來想說 欸好像還蠻小 結果後來發現不對 它後面還有很長一塊 所以其實 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探險喔 那在那個南邊其實 它那個展館南邊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專用的碼頭 其實蠻大的喔 算是說看下來你會以為說 是不是水深很淺什麼 沒有其實那個 中共的052D的飛彈驅逐艦 它就開進來 不過在昨天也蠻奇特的 就是它那個船不見了 不知道開去哪邊 然後有些外國媒體又看到我是 因為黃總人嘛 就問Chinese space喔 Chinese space喔 然後我就I haven't see it 我就會我沒看到啊 我還跨不過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你問我問誰 本來有點想要去問解放軍的人啊 本來想要跟他問一下 但後來想算了沒差 反正我明天 那因為那不是我昨天看的重點 所以我想說啊 那我就明天來看看好了 也許明天它就出現了嘛 因為有時候開展第一天 很多事情其實都還沒有完備 因為我原本以為 昨天的開展時間應該是在早上 結果不是 後來大會方的人跟我講說 8點到9點那只是讓你提早進來 那9點到12點這段時間 是他們的總統 謝赫莫安莫德他要看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會管制 但基本上你還是可以在裡面走啊 但是你就不要靠近他就好了 那12點才是真正的開幕式 但是也蠻好玩的 到底開幕式在哪裡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沒有拍開幕式 但下午的那個 AIRSHOW啊那些其實就有 就有看 但是他並沒有特別的重視 AIRSHOW這一部分 因為畢竟他是個防衛展 他並不是像年底杜拜的航空展喔 他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再來喔就是我們這五天 大概會想要看什麼東西喔 那其實我是有做了很多規劃 不過這些規劃其實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不要有規劃 不過還是要有先做一些 初步的一些計畫啦 因為其實這個展場真的很大 而且因為展品是四散在各個地方 像是無人機其實每個廠商都有做 而且大廠有做 小廠有做 新創廠商也有做 因為他相對來說 無人機很多人會覺得 他是黑客機啊是有多先進 其實無人機來說 他的技術門檻算是比較低 反制無人機相對來說就變得很難 這其實就是很標準 大家所提到在俄物戰爭之後 因為無人機戰術變得比較受重視 就會提到 其實他就是個非常不對稱作戰的 因為無人機其實很簡單 你遙控飛機也可以算是一個無人機啊 但是你反制無人機 你要用雷達 你要用熱顯像 你要用光學望遠鏡 做所謂的那個圖像辨識啊什麼 其實他的難度是很高的 尤其無人機他速度可以很快 也可以很慢 所以變成說你要怎麼樣去偵測他 那個真的是很難 而且很多廠商其實他們對於這個 所謂的核心技術上面 反制無人機的核心技術上面 他們會去 比較有一些 省慎的考量 所以不見得每個廠商都會讓你知道他到底 內容是怎麼樣子喔 但是有時候可以問啊 因為其實他們會明確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我不能講 這東西我可以講 其實是還算不錯 那 所以 因為就是這些東西散在各個地方 所以變成說這個展的規劃就如果你沒有事前去規劃說你要看哪些的攤位 你要去特別找哪些攤位的話 這個展百分之百你是絕對公不完喔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在進展場的時候因為 因為東西太多了太複雜了什麼都有 尤其今年的那個油彈藥 就是那個所謂油盪型彈藥啊就變得非常的多因為這是一個新的趨勢 遇到一個冷氣長時間在20度的地方真的是有夠冷的不是我在講 走著走著會流一下汗然後走著走著然後你又開始發冷喔 這是個蠻舒服的地方 然後你到那個瑪瑞亞貝那邊去的話你要走一個將近200公尺的天橋 其實很大對於採訪來說 這個展其實是蠻吃力的因為你要走很遠啊你每天走的步數應該 這幾天下來應該會瘦啦 所以覺得還是蠻好玩的一個地方 但是因為他很容易會讓你 就是 會 有選擇障礙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功課做好所以 昨天的話基本上只是大概的去逛一下這兩個展場稍微去熟悉一下然後去報導一下說這個展到底有什麼 特色那今天的話呢 應該說是這集是禮拜三上所以禮拜二的話呢我會基本上以海事展的 外面放的艦艇為主喔 原本是八個國家啦後來少了一個變七個國家喔 所以就是以這七個國家的軍艦為主 那剩下呢 平面稿的部分呢可能也是就寫說 就是這個八個艦艇到底是他特色在什麼地方 那再來禮拜三的話就是 以防衛展為主那其實整個展的最大的重頭戲是在 今天 應該說昨天啊 今天是 上架是禮拜三 在 昨天 一拜二 禮拜二的動態展演是最多的 這是最高潮的一段 而禮拜三也是最高潮的一段因為他有很多動態展演 那 禮拜三就以Eddax為主啦 那尤其因為這一次土耳其遭遇過地震之後但是他們的 展品 依然是有過來進行開展喔 也並沒有說因為 地震的關係然後他們的廠商可能就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過來 因為其實對於 土耳其的 當地而言喔 因為並沒有對他的工業造成有什麼多大的影響尤其是國防工業啊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其他的人都還是有過來 所以有可能就是以當地的像阿聯和土耳其他們的防衛的火力 他們的武裝來做一個介紹 那再來禮拜四我又一再回到 Marina Bay那邊去到那個Navdex就海市展那邊去去到他們的展觀裡面 那一樣 土耳其的展品也是會我去 這次所看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另外還有其他的因為像這一次 很多人會想說啊那個洛馬雷城會不會展什麼東西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甚至連那個 GA 就是通用 通用原子動力那些喔你會發現 他們的無人機啊什麼他們可能只是用一個 電視牆 拍出來給你然後其實 以洛馬來說全部都是模型喔 當然他有放鋪路爪的模型喔 所以你會發現其他門的東西因為已經跟阿聯都談好所以相對來說 他們不會特別去放什麼東西所以以這些大廠來說好看的東西反而比較小 比較少一點 那反而 你會發現一些比較中型的廠商那些他們展的東西就會特別的有趣 另外一個是Secure他的那個槍 這次的MGX他有特別展出我昨天還特別有去看 這也是蠻有蠻好玩的一個地方啊就是 基本上大廠做的大東西這裡可能就比較看不到 那可能在航展才比較有機會 那 只要中型小型和陸地載具的東西在這個展 你就會比較容易看到那另外像解放軍的 東西基本上我會放在星期五 的那一天裡面喔那這一次其實台灣很多人聽過的彩虹無人機雙尾蟹無人機 其實在這個展裡面 彩虹無人機是沒有放 全尺寸他只是個縮尺模型 那 雙尾蟹的話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到應該是有放 但是他們還有提供那個動態的 展示 互動型的展示你可以說你想要掛什麼彈藥什麼的其實是可以那個的 可以去看的 所以可以對這些 他們的裝備可以說有些了解 不過大東西相對 還是 比較少一點點 模型的東西為主 在這個展裡面其實也都是如此 那但是你可以去跟他們的人 去了解到他們的這些裝備大概怎麼樣 基本上他們不能講的也不會講啦 像我們其實有些大陸人會對台灣的廠商 尤其像創未來會有興趣嗎 那也會 說你們能買 當然因為有些出口限制我們是沒辦法賣過去 他們也會直接講 那相對的 那邊的人也會直接告訴我們說 這個東西他們沒有辦法跟我們說或是也沒辦法提供更多的資訊 其實 大家的界線很明顯 但是因為這是國際展 所以 彼此都知道界線在哪裡但是也彼此不用去撕破臉什麼之類的 也不需要啦 因為其實這就是一個大家一起來賺錢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展我目前的規劃看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禮拜五的下半天這個展漸漸大家常常就開始熟了 所以其實我會只會到上午為止 那 可以的話當然能夠進早先多拍就多拍 不過這展很大 所以能拍的 能拍的時間其實蠻有限 而且媒體中心喔 雖然說他的位子很漂亮 在那個裝裝走道的正上方 其實服務也蠻好的 不過說 你要到更何一個點其實真的都還是一個距離 所以這一次也是蠻 不容易的地方啦 OK那今天我們不對過就到這邊 應該是這一次應該是少數真的時間 非常短的一集 那也因為 現在時間有點緊啊 因為馬上我就要到 只有吃個早餐就要去展場那邊喔 從飯店這邊到展場大概接近半個小時 那為什麼會跳這麼遠的飯店有一個大原因是因為這邊房價超級貴 因為其實 阿布達比本身 的飯店住宿其實不會很貴 在平常日 但是在這一次的 展會因為 這算是阿布達比當地 每年 每兩年 最大的一個展會喔 所以這個房價呢在差不多90天前 你就噴的超級高 那像 創來的老闆王喻居他會跟我講喔就是 他們在三個月前訂的時候呢 那個房價已經是非常的驚人到恐怖的境界 那基本上呢都是原來的房價乘以6倍 所以其實這個 飯店很貴啦 而且其實我訂這間也不便宜 而且很好玩 我在第一天開展的時候呢 我下樓還遇到了韓國的五官 所以其實有蠻多 重要的人其實也是住在我這家飯店 看都已經離會場這麼遠了 都還是有很多重要的人坐在這邊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展的產值 很大 因為昨天第一天喔 第一天就已經差不多 34億的 34億的合約 那當然過去這 再來這幾天 應該還會有陸陸續續其他的 合約促成喔 那都是我們到時候可以再觀察 因為他們大會都會提供這個數據 那 還可以再觀察說這個展會到底對於一些 不管是阿聯也好 或是中東附近周遭地區的 一些影響也好 這都還可以再觀察的部分 OK 那我們付得過這一集我們就到這邊喔 那下禮拜應該還會再做其他的 下禮拜應該是要講電站 應該是要講電站 那到時候就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電站到底是在做什麼 東西喔 那他的反制的原理到底是什麼樣 下禮拜可以跟大家做個介紹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週三見囉 拜拜